而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经济受到了重创的大学是临时调整了申请还有录取的政策 包括了不再强制要求SAT还有ACT的成绩 成绩单递交延期等等 这也就意味着标准化考试的成绩 不再是顶尖名校录取学生时的硬性指标了 学生通过申请材料向招生官展现出了一个多维立体的申请者形象 将会成为决定能否踏入梦校的关键因素 那么教育能否改变命运呢 美国是各个族裔和大荣儒 那身为极少数人口的亚裔 透过教育来实现梦想与追求更好的生活 是每个家长与同学最关心的 以利作为1987年成立的专业教育机构 我们目前在全球已经有超过50间分校 那也不是一般的补习班 我们更提供完整的高中课程 也能够发放正式的高中毕业证书 那透过最优质的课程与最专属的升学规划 30多年来已经帮助无数的学生 进入他们的梦想学校 而学生真正的竞争力又是来自哪里 申请大学成功与否的要素有很多 但最主要的三个要点呢 是在校成绩的GPA 标准下考试的成绩分数 SAT或是ACT 还有就是课外活动的表现 那三者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学生的竞争力 那目前各大学在申请政策 因为疫情政治因素等等一直在改变 那像是UC加大 他还有加州目前讨论主义 来决定申请的ACA5法案等等 那身为少数的亚裔学生 我们更要及早开始透过专业的升学咨询 还有规划 来安部就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做好万全的准备 那以利是大学申请的专家 那也是针对每个学生来 他们的需求 他们的特点来提供一个免费的专属的咨询 来打造更好的升学规划 学生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最大化结果呢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对大学升学的外在环境因素的挑战 学生要做的呢 就是及早明了自己对于未来的期望 那以利能够做的 不只是帮助孩子提升他们的考试成绩 而是每个分校都是能够发自内心 提供最专业的协助 来帮他们做生涯的规划 还有升学等等 那顶尖大学审核观要知道的就是 这个申请者是否有把握每次的学习机会 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最大 那特别是在疫情当下呢 以利也开设了像是线上课程 来提供正式的AP课程 还有广受海评好评的这个SAT ACD备考课程 那或是coding才艺课程等等 让同学们呢 在今年的暑假 能够疫情的影响 能够发挥自己的气度心 也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 谢谢Charlie主任 任何成就呢 绝对不是依旧而成的 需要是从最基础的开始 然后一点一点的成为特长 再成为学术 最后成为个人的项目 所以早期规划是尤为重要的 今夜也告诉了我们 孩子的最佳规划开始时期 是在八年级下学期 准备生九年级的这个节点 这样可以为孩子的整个高中生涯 做一套完整系统的规划